哈囉,我心好 歡迎講比賽重點,花上心好 風浪神太陽的課場七連戰第六戰 正式來到亞特蘭大做課勞鷹隊 在這場之前 太陽是取得了三勝兩敗的成績 且正屬於二連勝當中 不過沒遇到才剛落選全明星的勞鷹控球Trey Young 這場太陽完全無法限制住他 被他用七成的命中率攻下32分15助攻 最後整場幾乎都領先的勞鷹隊帶走勝利 緊急者在背靠背的第二場 一樣又攪出35分6助攻的好表現 勞鷹隊也在延長賽中成功擊敗勇士 取得了近期的四連勝 其中比賽內容可以看出 Young帶給球隊的影響 甚至超過照片數據上所顯現的 今天的影片就好我們來看 Young是怎麼用他對比賽的理解來破解防守 以及他的實力究竟有多被低估吧 Trey Young在這季長距能攻下27.1分10億助攻 分明在聯盟中排名第九和第二 進階數據方面 Ola Brown 4.29 聯盟第七 O1PM 4.2 聯盟第十五 ODPM 正4.1 則是第十一名 能看出彈到進攻他就是聯盟頂尖的水準 關中他最擅長的就是打擋拆 他能通過長距離的投射或是帶近後的拋投 來懲罰撐退防守的對手 而讓對面踩到外圍時 他的分球能力也是十分頂尖 能透過眼神和肢體的假動作來操控協防者 進而為隊友創造更好的機會 以此太陽隊為了防守老鷹的擋拆 選擇讓KD去對位中鋒 Nurkich 則去對位Johnson 這麼一來當老鷹雙位在跟中鋒打擋拆時 太陽就能選擇讓KD直接換防 而老鷹隊健壯 這裡直接讓Johnson上來掩護 比較初遺要的是太陽這場也讓Nurkich換防 於是這裡一樣選擇單打 換手後推回三分線外出手投進 且這場在太陽使用大量換防的情況下 樣只能在防守者交換對位的那一刻出手 因為在那一拍他是沒有人防守的狀態 儘管尼狼框還非常的遙遠 但這都還是在他的射程之內 全場他三分球11投7中 完全不放過太陽放給他的任何一絲空檔 他的投射威脅也逼得太陽必須踩更外圍 這波老鷹的轉換進攻 離三分線一大步U-BANKS 才是撲出來 於是樣就用一個刁鑽的地板傳球 交給拖車跟界的奧空谷灌籃得分 另外當Nurkich被迫換防到外圍時 太陽會想要上第二個人包夾 但這裡樣察覺到之後 地板傳球從兩名防守者中穿越 就讓Johnson得到大空檔灌籃得分 本界勞英在送走的Collins 後 得到機會的Johnson 身攻破茧而出 彈距得分從5.6暴增到15.6分 海外帶8.3顆籃板和3.24助攻 選前場面拿來和Siemens比較的他擁有勁爆體能 只要樣吸引到兩人防守 他就能夠直接衝擊籃框 這樣的角色在過去老鷹陣中是沒有的 因此他很快就成為了樣的絕佳拍檔 當然很多時候樣為他創造的機會已經太好 他只需要輕鬆地將球塞進籃框 但讓樣被對手包夾時 他也能扮演好端擋拆接硬的角色 吸引先防再找到控擋的隊友 這時對手更難只透過包夾Yang就限制老鷹的進攻 另外他的三分外線也是持續在進步 本季3x7的三分命中隊已經超過許多人對他的期待 因此大家也普遍認為他會是老鷹的非賣品 畢竟能下滑攻框又能拉到外圍投射的前鋒 不管放在哪裡都是非常香的 這部老鷹團拉Nurkic出來進攻 太陽使用先換防後包夾逼迫一樣傳球 也許Johnson移動到罰球線的位置接應 結果一樣的傳球在高隊給卡佩拉得分 兩人現在的配合已經相當好 這球Johnson知道太陽中鋒會踩出去 所以直接夾擋下滑 Yang也馬上用隱蔽的地板球交給他 夾動作後中距離跳投出手投進 因此雖然太陽讓KD去守中鋒 有成功讓老鷹少打很多1號位和5號位的擋拆 但是Yang和其他人的擋拆仍然收到很好的成效 球員和Johnson的配合 他和射手Bogey也是十分有默契 這球知道太陽會換防 投降快速夾擋拉開 就成功創造出一排控擋3分出手投進 的確這是防守端沒溝通好的結果 但要防守好Yang的擋拆絕對沒有想像中容易 前面已經示範過 當換防時第一拍沒有踩出去會是什麼下場 但一旦踩了出去 而掩護著加檔拉開的話 防守方沒有即時換防 就會被Yang找到空檔的機會 這就是他帶給防守方的難題 本季的Bogey也打出一個很棒的賽季 場均17.1分是他的生涯新高 除了再半場的跑動能牽引防守 轉換時弱勢對手的退防速度過慢 Yang便會第一時間找到他 用快速的3分球來懲罰對手 因此在對上老鷹時 Bogey這點是絕對要盯緊不能鬆懈的 這場太陽可以說是不斷陷入固齒失筆的狀態 這波老鷹暫停後的戰術 先從擋拆拉了Nurkey出來 他們知道這時後方的KD會聽你說想要幫忙 因此替他對位的Okongu 設下掩護 太陽的注意力都在Yang的身上 於是就讓他傳給空檔的Okongu 三分出手透鏡 自從Snyder接手老鷹之後 一直有在鼓勵Okongu出手外線 本機的他在右側底角有24頭12中的5成命中率 相當過去有了很大的進步 能夠出手外線這點 也讓本機老鷹有時候能擺出雙塔 像這場對暴龍的比賽 鼓勵的擋拆暴龍選擇換防 後防線則想要通過無學換防 避免籃下發生錯位 Yang越讀書的這點 直接將球送給低角的Okongu投進3分 當場上有了這麼一名球場指揮官時 防守棒的輪轉必須要非常到位 否則就會被Yang給輕鬆擊破 太陽無法再換防後靠Nurkish一人就守住 所以必須要再上包夾 但這裡他先耐心等到Nurkish後退 再換手突破逼著他再次對上來 這次鞋防的Buker必須要一個手兩個 Yang選擇傳給離防守較遠的Matthews 只要動作後出手投進3分 這波也是Yang的擋拆 將U-Bank殺出來後太陽準備包夾 這時候弱勢的Golden往籃下協防了一拍 Yang立馬將球甩給Bogey 這樣短暫的空檔就足夠讓他投進這顆3分 因為換防後包夾這個防守策略的成效不佳 太陽決定讓中鋒守回成退 但這其實才是老鷹的舒適圈 只見Yang持球殺入禁區 Nurkish必須對上來阻止拋頭 底角的Bill也輪轉進來協防 於是他直接傳給底角的Bogey 3分出手投進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是Bill過度協防 但這次有他的原因在的 因為Yang實在是太會傳空接了 如果弱色的人沒有內縮 那他就有辦法直接高拋給卡佩拉得分 這也是為什麼太陽比賽前面 都在避免讓老鷹打1號位和5號位擋拆的原因 不久後老鷹再次發動擋拆 這次Bill就不敢再內縮幫忙 並且Nurkish陷入一手二的劣勢 不斷後退提防空間 於是就讓Yang拋頭拿下2分 對於一名矮小的後衛來說 擁有一手好的拋頭是個很棒的武器 能大幅降低被對手豐足的機率 加上Yang出色的傳球能力 防守方時常無法分辨他究竟是要投還是要傳 現在的太陽隊實在沒有足夠的防守資源 來限制像崔Yang這樣的後衛 於是整場就只能不斷被他允許與求 中風防守不斷被打點的情況下 太陽最後有嘗試擺出無效來追分 並透過包夾Yang來逼迫他分球 而這個時候就是Muri的表演時間 通常有Yang在場時對手都不太會包夾他 因此他就能得到十分開闊的單打空間 Muri最擅長的就是中距離的單打 他的長臂讓他的激情跳投很難被封阻 對上太陽的比賽 台在第四節末連拿6分 幫助老鷹隊鎖定勝局 而接著和勇士的交手 兩隊也是施殺到最後一刻 在Yang只要一拿球就被包夾的情況下 他又在第四節即行賽挺身而出 連續無情的中距離單打得手 最後就是由老鷹隊手下的勝利 雖然近期的Muri身陷交易傳聞 不過以他能換到的球員等級來說 我實在很難想像 老鷹能透過交易他變得更好 當初他們為了交易他付出了非常多的籌碼 現在如果鍵賣掉我認為並不是好的選擇 就算交易大線前球隊會怎麼決定了 看完以上的片段 應該了解Yang掌控比賽能力有多強 對手必須花非常多的防守資源去限制他 很多時候甚至願意提早包夾 也不給他持球的機會 本季的Yang得分和助攻都在東區後衛中排名第二 卻沒能入選明星賽實在是很可惜 為了這個結果最大的原因 應該就還是球隊的戰績不佳 這時不管表現再好 要得到認可都會相對比較困難 很多人會拿Yang沒有防守這點來批評他 確實老鷹的團隊防守一直都在聯盟的後段班 但防守這件事畢竟還是和全隊相關 這季前場重要成員 江山和Hunter都先後有受傷 主戰中鋒卡佩拉也是退化明顯 導致球隊的防守資源實在不太夠 Yang這季在防守端已經有顯著的進步 場軍1.54抄截在聯盟排名第8 製造進攻犯規的次數則排名第11 都是他開始用腦袋來防守的證據 受限於身材 他很難成為出色的防守者 但本季的他更努力做好輪轉 也多次在關鍵時刻用防守拯救球隊 這些都是平常沒有在關注老鷹的人不會注意到的 說實話 他可能有入選明星賽的後問名單 防守多半也不是他們擅長的 但卻嫌少看到這些球員會因為防守受到批評 只能說Yang還是必須繼續努力 才能打破外界對他的刻板印象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Trey Yang這名球員 因為跟其他球星相比他非常接近凡人 身高185公分體重74公斤 一樣身材的人我們在路上就遇得到 但他卻能在NBA角出優異的表現 光是這樣就已經非常不容易 確實他的命中率和失誤表現一直都不理想 但盧卡、Heliburton 那些高空球相比 他的視野和傳球路線本來就更為受限 他需要透過更多的運球和細微的假動作 來偏開防守將球傳到目標的手上 而且是證明就算有上述的缺點 他也是能帶隊打出聯盟頂尖的進攻 這就是我認為他最有魅力的地方 自從他2018年加入NBA以來 沒有人能傳出比他更多的助攻 目前已經累積將近3800次 且生涯每年他的場均助攻數都在增加 這季跟陳追平Oscar Robertson 連續得分30加助攻10加的場次紀錄 或許距離他得到大多人認可的那天還很長 但相信他仍會持續用他自己的方式 在他與眾不同的道路上繼續努力前進 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的內容啦 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就對我最大的支持了 也歡迎追蹤我的臉書、IG或是trex 就不會錯過我的最新動態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星浩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掰